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来教育部针对学校里面的两个重大的行政争端 第一个就是针对校长的训认案的这件事情 学校在6月5号收到教育部的训认评见之后 在6月12号还紧急的发通知给全校的师生代表 用email的方式将近下班的时间 然后宣布说隔天的校务会议将进行校长训认的领选 那这时候呢学校的师生只有不到24小时 可以阅读整个校长训认的领选资料 然后学生代表也没有办法会诊师生的意见 来在校务会议的时候进行这个代表的投票 所以其实我们学生跟老师们基本上都在这个黑箱作业中被排除在外 然后没有办法去完整的了解这个资讯 跟校方进行沟通 然后来了解整个训言案的进行 在校务会议的时候 学生们本来希望能够进去校务会议里面进行旁听 可是学校的校务长呢就以会议内有老师们不同意这样的诉求 将学生改在校务会议的门外 那学生们后来到二楼的时候 希望能够从二楼的窗户去旁观参与这个校务会议 可是在场呢校方竟然当场把帘子拉起来 然后连看都不让学生进行观看这样子 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学校的学生基本上是完全被排除在这个校长领选的校务会议中这样 除此之外呢 学校这次在做整个校长连的投票因为做得太过赶忙 所以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学生代表之中有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生代表总共参与投票的就只有十一个 我们整个学校总共就有五个系所的学生 因为学校太赶的投票被排除在这个资格之外 因为他们太赶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心要去做任何的调整 再来就是学校这边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代表的名单 其实我们的学生代表里面还有一个已经休学了 那这个休学的状况就造成了他们代表处已经违法 因为这个会议的主程至少要有十一个学生 但实际上能够参加的学生只有十个 这样子的会议结果根本就不合法规 那在校务会议的时候其实有参与的老师师长就已经提出说 希望学校能够延缓这个校长领选序认案的这个进行 但是校方完全不听这个这方面的沟通的意见 然后进行沟通就强行的仓促的进行这个投票 然后强行的通过这个校长序认案 那我今天以一个校务会议代表的这个身份 在这边发言 因为那一天的歌字动议是我提出来的 虽然说没有成功 这个校长他直接任命副校长 担任这个校务会议的这个重大议案的主席呢 就是校长连任案 这个在程序上面是可以讨论了 是有问题的 因为副校长由这个要连任的校长 直接任命担任会议主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说这位主席呢 他在这个议案刚刚开始讨论的时候 也就是还没有进行讨论完毕的时候呢 他就开放会众去进行投票 接下来是我们提出这个歌字动议 没有通过之后呢 继续在讨论当中 这个校长他的十分钟的影像的报告 报告他之前的校务的这个工作 未来的愿景呢 这个十分钟影像也没有报告完 后面的讨论也还没进行的时候 这个主席呢他也开放所有的这个校务会议代表 可以这时候投票 那接下来在6月18号的时候 学校在下班时间以电子邮件的方式 通知音像学院的代理院长以及总务长 在隔天就立刻解除这个兼认的行政史 代理院长以及总务长他们就是在当天校务会议现场 投票支持要让这个议程延期的两位 那在6月19号之后 我们在音像学院就召开了师生的说明会 针对从校长序院案 到代理院长的免除行政职的这两个案件 跟整个音像学院的师生进行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也进行了到了行政会议 希望能跟校方进行沟通 不过秘书室就不断的以各种理由来阻挡 我们跟校方的直接的进行沟通 并且我们在隔天就与校长进行了一个 希望能够进行一个公开的会谈 那校长这边也找进了各种理由来爽约 那后来我们用各种方式 持续地在跟校方进行 希望能够以一种公开透明及时的方式 进行一个全校师生的一个座谈会 但是校长呢 人就是直到今天早上 还持续地以发电子邮件的方式 跟全校师生说明说 他们只接受一个与校长有约 就是以学生代表的方式 到校长室进行一个密室协商 不公开不透明也不及时的密室协商 我个人的免职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问题 重点是在这个背后校长用行政裁量权 还有说他可以略过教育部对于代理院长的办法的解释 就是说不能超过一年 以及本校跟本院里面其实并没有对代理院长有确切而具体的办法 来把握我的这个职位给免除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凸显的是 校长的个人意志高于所有行政的 还有说相关法律的一种解释方法 在这里面比较严重的地方是说 我们院务会议其实已经有回函 来对于校长这个免职案提出反对 可是校长也没有正面的回应 另外呢我自己也在过去几天也发了一个具体的说明文 然后一一变驳说校长透过人事室的法律上解释 其实都是与法无据根本站不住脚的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人事室也是作为校长在这次的免兼案里面的一种 法律的解释先射箭再画法 没有任何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有效率而且具有法律依据的做法 所以种种迹象显示就套上刚刚的六个黑箱做法里面 其实都是校长个人的一种作为 然后要把所有对他来讲具有某种阻碍力的老师 或是不同的意见的人排除在外 大学的校务会议 尸身在里面是当然的有权代表 只因为投票的时候 投的情况 校长不满意 举手的人 居然有的人是院长跟行政主管 校长就可以用默许有罪名 直接把他们的职务给拿掉 大学的校长不是学校里面的总经理 更不会是董事长 他应该是要依法行政为施政服务的基本的人员而已 然而我们看到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县市这次院长总务长被无故的拿掉的职务 完全不违反了行政正常程序 你要拿掉人家职务 找不需要罪名说什么 任期超过了上个月 正常所有大学的正常程序我们都知道 如果认为行政程序上面有回事之余 第一步会做的 是先要求他们改善 要求改善不行 进行警告 最后才有可能 是采取必要的手段 来拿掉人家职务 就是要这么做 也不会是校长个人平平的意思 而应该是要由院 要由里面的委员来发动 这一步后续会针对刚澄清的 包括说校长序认的程序 以及这个代理院长解职的问题 在相关这些疑议 我们部里面会要求学校 清楚来处理理清跟说明 那也会请校长 尽快来跟学生进行沟通跟说明 那在仪义还没离京之前 里面不会发聘出 教育部可不可以承诺我们安排 一个全校师生的公开的听证会 公开的会谈 因为校方现在一直完全的避而见 避不见面 或者只希望能够有少数的学生代表 进行一个密室的协商 那教育部这边可不可以协助 召开这样子 基于法令依据的这个复合行政程序的公开会谈 不是我刚刚是说 我们这边会要求这个校长 尽快来邀请学生来做一个公开的说明 校长应该要跟我们说明 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反方一点跟教育部说明 我们在讲什么 我们就在讲什么 好 嗯 嗯 嗯